唉 聽到我嘆氣就知道我又要神了 為什麼又要被我遇到這麼 這樣的人呢 還是這些人根本就在街上呢 我想說 作為在香港生存的一位 年輕 叫做年輕女子 人家眼中的一個小妹 真的經常會遇到這些事情 今天就 跟大家來個PUA合集 好嗎 首先說一下今天發生什麼事 話說有一個朋友 今天帶了我去一個場合 我不用說小字 因為那些根本就不重要 總之一個場合 然後認識了一些新的人 就是大家 那件事完了 大家一起聊聊天 出了水 那我就介紹自己 那我就不介意跟大家說 我是主手中提琴的 那我就跟他們說這件事 我大學那時候是做些什麼 現在是做些什麼 這樣 說什麼樂器 那 那時候就馬上 它是很自然的 它的自然反應也好 它的意識也好 它又第一時間跟我說 但是聽我的樂器是可有可無的 好像 好像 不是很重要的 夠膽死在我面前這樣說 我那一刻是 我那一刻是 直接我是 懷疑我自己 有沒有聽錯 我太久沒有社交 我直接 嘔嘴 蛤? What do you mean? 因為我的場合 我又 不要發瘋 因為始終是我的朋友 帶我 上來 這個場合 我第一次上來 死一群人 他和我的朋友 都是朋友 所以我又不要發瘋 發瘋的 罵他 那 沒有啊 我 純粹是覺得 O罪 那你 當我是同一個場合 遇到一個人 已經很夠了 誰知道 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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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即場又來 是同一個圈子 我們坐著 在同一個位置 輕計 四五個人 總之 我的朋友 為什麼會帶我來 這個場合 講一點背景 因為我想 他想帶我 那些人 一起合作 做一件事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 那個人 是另一個人 第二個男人 一個老爺爺的人 他就說 立刻就說 聽到我是什麼樂器 他就說 這個樂器 中提琴 中提琴其實聲音很長 不知道會不會合 他的意思是這樣 你說 大提琴就不同了 如果有大提琴更好 這樣跟我說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他講這些東西的心態是什麼 真的 我又沒有得罪你 我又不是跟你搶飯碗 我又不是 I'm just nobody Really Come on 就是 你為什麼要 開口 埋口都要 追著我呢 是不是因為我很合 怪就只怪我該死 身為一個女人 就要被人這樣說 但是 我都 剛剛都說了 這個場合 不論到我去 20問20問 我會輪到我去 即是環境 我只可以很mild 很mild 非常mild 這樣回應他的問題 我就defend 我立刻defend 我這個樂器不是這樣的 我只能夠做到這樣 但是 即是重點是 我會意識到 令我深刻意識到 即作為一個女性 即作為一個生活在 這個壞人圈子 這個香港 這個地方 幾位 女性 年輕女性 我是覺得 無時無刻都好像 有人想pua我 我簡單地去剪頭髮 我跟大家說 我去剪頭髮 我去電影頭髮的時候 因為我都知道 我額頭是天生高的 是的 這樣的 那個髮型師就問 問我想怎樣剪 我就說 我知道了 我知道幫你剪什麼 我幫你在這裡剪個音 嗯 因為你這個位置比較大 比較高 這個音就可以遮住 這樣 我知道我的額頭高是 是事實 但是 你不需要用這些方式去跟我說話 即我格格地都是一個客人 是嗎 甚至到最後他剪完頭髮了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就 嗯 見到我這樣撥開了一些音 他就馬上這樣說 喂 記得你的音你會這樣 就是要額頭啊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覺得沒問題 我跟他這樣說 我覺得沒問題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覺得這樣好看一點 還是這樣好看一點 然後我說 都這麼好看 但是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還是這樣回答他 他最後還要說 那你起碼拍照的時候遮住他 這樣 就是這樣 即 怎麼說 我覺得他是專業的 即他作為一個專業發言師 他有他的道理 他覺得 以他的審美來說 是要這樣遮住這一部分的 但是我覺得 他不是用一個 為我好啊 或者一個 好的態度 令我覺得舒服的一個 語氣去跟我說話 即 純粹我會覺得他是屁為的 即 大家不需要這麼執著的 即 你覺得不舒服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有問題的了 即相信自己的直覺 好嗎 即人家要攻擊你的時候 你覺得不舒服 你就還結了 你就跟他說 一點問題都沒有 唉 真是老娘 十年都不出山 不出這個山頭 一出山頭 去社交網站 就遇到這些這樣的事情 證明 香港這個彈圓之地 這些事情 都這麼小的地方 都沒有遇到這麼多 即頻繁地遇到這些人 唉 證明香港這個地方 真的很多 你這些人 香港生存的一個年輕的女性 大家應該都非常感受到 即尤其我 這麼久沒有出去社交網站 那個 體會更加深刻 但有些女生可能每天都 遇到這些 這樣的飄緯 一兩句的飄緯 甚至是從男性 或從女性 都有的 那你就會麻木 麻木了之後 你就會成為他們 這樣的人 到他們 到了某個點 你也會跟回他們的路 走回他們的路 即你不懂得說話 你就不需要出聲 其實 如果你把口 你一說話 你每一顆字都令人覺得 不舒服 不開心 不愉快 你就不需要說話 很簡單的道理 你不需要開口 急著人 開口就 在攻擊人 我不知道是什麼心態 我是想像不到 你為什麼可以對一個陌生人 這樣說話 這樣去做出這些PUA的行為 即在我的世界 是絕對沒有這些事情 我是不會想得出 為什麼要這樣 嘩 我什麼都沒有做 難道只是因為我 存在一個女性 那真的對我是一個女性 如果這樣說的話 但我另一個層面就是 作為女性 真的不要這樣 簡單到你去 坐的士 被人囂張的 我真的被人囂張 我知道有沒有說過這件事 總之有個的士囂張 我和我姐姐 說我們不排隊了 但其實與我們無關 那我立刻罵她 我立刻反駁 很兇的 不跟她說 尤其去到一些場合 你說 你說你對著你老闆 你沒辦法 或者你是 人家主理客 你沒辦法去 即時去宣洩 或者即時去 去罵個人 去抵抗自己也好 那當你是一個客人的身份 你坐到一個餐廳 你坐到別人的車 Uber的士裡面 你總可以發聲了吧 你是給錢的 你是客人 別人是服你 別人用不好的臉口對你 你感覺不到不舒服 別人是屁股你的 為何你不可以反擊 你可以不可以反擊 尤其是女性 你可以不可以反擊 嘗試一下 你不要笑每一次去做這些動作 你每一次懂得去反擊 我們一起 即是 它是一種力量 你不要笑一種力量 當一百個人裡面有八十九十個人 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大比數的類型都懂得反擊的時候 我們普通出街 不會那麼容易被人攻擊到 別人不會只是見你一面之緣 你就可以簡單到 即可以覺得 不用尊重你 就是因為你是一個女性 老實說 我覺得如果今天 我是一個男性 男性的身份 我坐在那裡 我是不會這樣 被人這樣說 對方可能都會懶惰我 但是他懶惰的那個 程度 不會好像今天 我受到的對待 這麼厲害 明白嗎 即別人都要看你面後 你一個男人 他會感受到 他男性 可能對他會有攻擊性 可能會有一個威脅性 但今天我是一個女人 別人就覺得不需要尊重你 別人就覺得你很弱 因為你就是一個女性 就憑你是一個女性 她不需要認識你 她不需要了解你 你說一句她就可以去你 好嗎 做得不動 如果讓你多遊幾乎 你可以這樣看